哈囉,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回到我們的羽毛有約第五屆現場賽的比賽 現在來到了十六強 剛剛看到了一場安迪對上閃刀機 緊接著我們要來看RJ的Spyral 來挑戰我們的十六強 沒想到今天安迪這麼多 看一看來了兩套 好,糟糕 趙萬師看一下牌組的構成 60張,所以是搭影衣跟教導 可能性比較高 好,那現在RJ的話要面對一個三色康來做阻擋 比較麻煩 嗯,一刀小米也尷尬 因為我記得影衣的話會有一些牌是在對手回合做龍火 小米的效果是可以在場上的話不會被笑破 然後對手跟自己只能特造一次 面對展開的牌型好像很危險,真的很危險 現在要看一下對手有沒有那個可以無效效果的牌 可能是一滴 一滴的話會有耗手牌 可能是迷宮結界波 先沒辦法做事 好,魔人效果 將我們的阿萊斯特上手 然後他回牌組 非常可怕的融合系統 很適合外掛 好,大家最喜歡的不是植物 這時候有沒有效分或泡銀 你的效分可以在他支兩千點的時候發 這邊應該想要開影衣融合吧 獸木效果 發動的時候可以將這一隻以外的 影衣怪獸木 好,選擇我們的 引靈之意 然後再發獸木效果 將這張卡以外的卡片 理測手備特招 那影衣怪的特色都是 他獸木會有一個效果 然後理測反轉的時候會有一個效果 像是這個影衣獸 他獸木效果抽一張 反轉效果抽兩張 然後有一些影衣獸都可以炸牌的 好,這個是野獸 野獸送目抽一 然後反轉抽二 所以如果你沒辦法打死他的話 他會賺牌 賺爛 OK,喔! 喔! 有沒有對應 這手很關鍵喔,好像沒有 跳出小米,哇 哇,小米來了 接著雙方只能做一次的特招 非常尷尬 那通常影衣只要做出一個融合 在對手回合做就好 啊! 三坑 OMG 好 好,平著拉石 首先他不會被笑破 所以閃電風暴寶沒有用 然後再來他的攻擊力來到了2200 所以你要戰皆打敗他 才可以進行眼牌 那在上一把Spyro呢 他是先使用了紅木炮 然後做LINK1、LINK2 可是特招點之後一隻的話 紅木炮用完 人就沒了 就結束了 就是如果他用那個combo的話 OK,先發了場地 哇嗚 欸,有人 沒事,我看錯了 剛剛有人密我 我以為是月光那套牌組來分享牌組 結果是 他剛剛分享了一套會自爆的牌組 笑死 糟糕 這邊的話 他放兩張 這張是丟一手可以除外表出一張牌 沒想到他抽到兩張場地 等於是剛剛是一換二 把廢劍拿去騙 好,通招 發效果 看能不能解 找到一些可以解這個的東西 只要把小米處理掉的話 後續就沒什麼問題了 然後緊接著後台 有一個椅子資訊是 隱医的位點 這張 另外一張不確定 所以現在就是 一張後台知道 另外一張不知道 然後要猜這個是什麼 然後要猜這個是什麼 好,另一 現在我們的特招點已經沒了 歸零了 OK 連手點的話 問他要不要融合 答案是NO 看起來要直接換了 喔 知道了嗎 來到了我們的 陷阱卡 然後高祖悲從的話 是陷阱卡發動的時候可以做連鎖 然後特招一個 水族攻擊力1200 好這個好處是你可以拿來做Link 或做一些打點 在我們的龍女僕牌組比較常放 因為龍女僕你可以做出一個 新杯龍 然後再做展開 OK,哇,紅紅炮 我們剛剛說的combo 我們跳token 跳火閃 再撿token 做Link2 可惜 就面對了這隻 頂不住啊 真的頂不住啊 這也是bo1賽斯殘酷的地方 你剛剛看 如果我對面先手 哇,那個 結局可能不一樣 好,招魔術 這邊只要能做出一個光車 基本上就是 很難解了 好,光車 三色康 只要有對應的卡 就可以了 現在可以回收我們的阿萊斯特 多康一個怪笑 近戰階 現在栗子球可以發一個效果 然後將場攻 欸,一張卡變成零攻 這樣子來到40007 好,再想一下有什麼可能性 明王結界波 有一點機會 但是會不會放我不知道 好,看一下他們的屬性 一個光 一個暗 一個水 完全沒有相干 好,陷阱怪不受怪獸效果影響 所以剛剛沒有歸零 四張手牌沒有辦法 哎呀 這邊恭喜我們的召喚師 影衣 這邊順利晉級 來到我們的八強 哇,這個 太可怕了 小米 直接封鎖了這個眼牌的可能性 好的,來到我們下一把的16強 所以我們的 紮超萌星對OTK 好,OTK開了一張牌 難道又是閃道機 刺激 這邊的效果是 雙方送木的效果會變除外 但他有一個副作用很難 是你的墓地不能有牌 記得 好,挑了一張灰流 然後現在的話四手 啊,壞獸灰葉 非常貴的牌 非常貴的牌 也有可能是 這個 紅蓮華 紅蓮魔獸現在也是蠻貴的 OK,這邊選擇的星數呢 拔結 神影龍 蛤? 跳被OTK了嗎? 跳我們的NO.100 攻擊來到9000 又結束了嗎? 蛤? 好,欸欸欸欸 河馬來了 跳三個Poken 這個OTK 有很多可能性喔 這套很多可能性 好,思考一下 現在如果 對手有可能是那個 牌組破壞那張 先來個壞獸 OK 換個魔法 進戰階 來到7200 蛤? 哇,他把人家的攻擊力偷走欸 OK 那這邊的話發動了我們的獸王還有灰激的能力 這邊看法可以彈一張牌 然後外加這個也可以彈牌 好 好 獸王 彈爛 這張牌是對手場上的攻擊力高的話可以特招 然後 但這部牌呢 因為他是Ur 所以有點貴 非常的貴 通常是跟壞獸做搭配 因為壞獸是你的 所以你彈對方的怪 你可以解掉之後 然後讓壞獸回首 好 OTK 現在 血量優勢 但是對手的手牌 椅子資訊好多喔 但他剛開那張魔法卡有點嚇到我 好特別喔 吸收場上全部攻擊的卡片 加到自己身上 有機會回殺 所以 OTK這套的話可能會是 煉獅臉的那套 牌子破壞 但他的要件要蠻多的 要一隻靈光怪 然後外加一張 這個 我們的地獄風暴 好 可是這邊灰獸機還可以再扛欸 這樣要幾拳 要三拳 最多四拳 因為這邊的話是五千四 五千四加一百五千五百五 現在OTK必須要留三千血來開他的魔法卡 如果開不到就輸了 好 萌星他只要注意不要做攻擊三千以上的怪 就好了 如果他知道這套牌在幹嘛 對 也要看OTK這邊有沒有壞獸 如果有的話 情況又不一樣 其實以前有個選擇是那個考溫巨人 但是沒有想到考溫巨人被BAN了 壞獸來了嗎 好 這張牌的話是炸掉全場 特招兩隻壞獸 OK這邊有兩選擇 如果 OTK這裡有海龜的話 攻擊兩千二 他幫自己教一個三千三的 他會贏 那如果是瘋的壞獸兩千七 加三千三的話六百 還沒有輸 不好說喔 要看他的構築放什麼 因為很多人的構築不一樣 海龜 優點就是攻擊敵 但是 面對瘋結界像 他是靈抗性 沒辦法特招 很好奇他放什麼 剛剛看到的話是雷擊壞獸 那看起來只有兩隻三千三的 為什麼放三千三 因為我們要吃三千的戰傷才可以做事 場上如果 那是零攻加地獄風暴 那真的太省了 那我覺得可能性很低 哇 真的互換了 還是有個可能性啊 有東西會讓自己攻擊變零 你可以賣 等應戰捷 嗯 誠實天使 這一次新的御主有送哦 非常的便宜 對爆結束,但是牌他已經出來了 現在萌新,他的手上有一隻獸王,外加灰葉姬,甚至有兩隻以上 蓋伊,怎麼辦?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可能滴滴炸彈 因為我練師臉那套牌,有時候你會讓對手剩下殘血 然後有人跟我說可以掛滴滴炸彈 偶爾會有奇效,不確定 我記得這樣的話是有一個副作用,但可以抽2 是墓地裡面沒有魔法陷阱的時候可以直接抽2 然後牌組的話只能掛他,懂了 好,這邊衛接玉的效果特招 他是規則特招,所以有時候他發動的時候會有東西對應 但是你無效的話他會再做一次 要看一下他後台是什麼 因為按照這個血差,什麼事都有可能 好,那這段的話一樣是八星 對手不可能做出高攻的怪 機率偏低 哎唷,傷害剛好夠 再搭配一個灰夜機 來看一下他的效果的話是 是針對表測的怪做使用 所以 後台是談不到了 就是一個騎士 然後騎士的話可以選一張牌送牧 就是一個比較穩的打法 噢,這是叫傷的Token 那還有得打 好,UG的話可以抽一張 怎樣,河馬非常的可愛 他可以擋兩拳 但現在問題是 這隻河馬會剩一隻嘛 但是對手的場攻沒有三千 好,他有注意到對面的牌在玩什麼 就是我們最近YT場上的 沒錯 練屍臉OTK 哇 歡迎點讚 按讚、分享、訂閱 攻上一下 蜘蛛上喔 欸,蜘蛛攻擊四千耶 如果上蜘蛛的話 要確定的回殺 就是炸完 然後攻擊四千 啊 這邊還有一隻 摔角手可以上耶 哇 好,上蜘蛛 然後發效果 OK,喔 他可以全炸 然後再上蝶嗎 攻擊四千 哇 漂亮喔 進戰機 OK 四千 兩千六 順利帶走 哇,可惜 OTK 真的很可惜 他就拆一張地獄風暴 就有機會獲勝 又跟大家講喔 因為壞獸灰夜的牌 超級多怪獸 所以 一旦發動到那個效果 他的牌會直接歸零 幾乎是歸零 不錯,這把 蠻好看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安迪的比賽 太好了 安迪這邊 OK,看起來他又拿下了一把 好 他的起手好強喔 一個護王點 然後結束的時候再掛一個魔法組織裡 對手不能出魔法口 太可怕了 而且這裡是 已經來到八強了 因為我們剛剛看的太開心了 時間過得好快喔 各位 時間過得好快喔 目前的話 你已經看到 這位玩家已經進到四強了 對面是 魔玩具 但是 欸,玩具套牌嗎 對,魔玩具 但好像做不了事情 你看首先 他手上有三張魔法卡 然後這張牌是 有魔法史足在的場合 對手連魔法的發動都不行 出来 對手 非常可怕 防怪笑 防魔法 你怪笑發動 我看 好,魔法卡 發動不等 場攻過了嗎 過八千了 握手 欸,但不過他用怪笑的話 復活一隻 做上蝶 做連鎖一連鎖二 封鎖二 然後累積 魔力紙事物 然後拔四顆特招 炸炸 非常可怕的牌子 真的非常可怕